你最近是怎么了 我看 你都没睡好 黑眼圈那么重 是啊 缺觉 额打力不从心 到底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说吧 没什么 其实我不该抱怨了 既然决心要做一件事情 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做下去 即便这过程有点艰辛 但心里那种感觉 还是幸福 踏实的 是不是 手咬这么多流浪狗的事 让你压力很大 什么都瞒不过你 你知道的 我们的经费本来就有问题 又要收留这么多流浪狗 我们宠物乐园的账上 很快就要出现赤字了 不是还有志愿者协会吗 背后不是有基金会支持你 最近基金会的资金 也有点困难 一时之间桌转不过来 如果没有办法及时筹到钱 恐怕下个月 大家的工资都没有办法发了 你别这样 俗话说 船到桥头自然直 车到山前必有路 只要我们不放弃 就一定会有机会 经过这次流浪狗事件之后 包括还有小七 制斗歹毒的事情之后 我们宠物乐园已经明升大阵了 我相信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 到时候 经营状况一定会好转的 但愿如此吧 漫漫人生路 总有困难处 我相信 只要我们抱有信心 一定可以渡过难关的 上天一定是眷顾 我们这些善良的人 我知道你是安慰我 不过听你说这些话 我心里确实舒服多了 我觉得吧 你这个人就是把很多的事情 都埋在心里 不肯告诉别人 我想请你答应我 以后有什么事情 可以告诉我 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成长 还有我 不止还有我 还有小七 还有大家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只要我们合力同心 一定可以渡个任何难关的 我还有兽趣忙了 我们会知道 我说小七你出来的也太是时候了吧 你不愧吃醋吧 你快去吃醋吧 你不愧别喝酒吧